公安系统大清洗习近平人马窜生紧着刀把子 日前中共公安部高层人士再次出现调整 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王小红的旧布林瑞 被提拔为副部长近几个月来 有数十名公安局长和副局长 被拿下最近发生的是中共内蒙古公安系统高官 一次杀二落马 除公安部大清洗之外 近期习近平当局 对军队和武警医院集中改名 整编的消息也密集浮出水面时事评论员崔世芳认为 此轮整改呈现三大特点林瑞地方政府官网 据中共人社部网站 11月7日消息中共公安部党委委员 部长助理林瑞 被中共国务院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 这据林瑞今年6月 从福建省厦门市副市长 公安局长被调任公安部党委委员 部长助理仅有5个月之久 51岁的林瑞是福建敏侯人 历任中共福建省公安厅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副处长 泉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挂职 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总队长 林瑞曾是公安部党委副书记 常务副部长王小洪的旧部 王小洪任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时 林瑞任省公安厅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副处长 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 总队长中共公安部领导层格局出现转变 现任中共公安部领导层中有四人曾长期任职福建 除了林瑞中共公安部党委副书记 常务副部长王小洪中共公安部副部长 国家移民管理局局长许甘露仕途也起步于福建警戒 此二人接于今年3月开始担任现任职务 习近平和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王小洪 王小洪在福建任职34年曾任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党委副书记福州市公安局局长 党委书记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 厦门市副市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兼市公安局局长等职 许甘露在福建任职14年曾任厦门市公安局开源分局副局长 开源分局局长厦门市公安局副局长 党组副书记政处级 中共厦门市狐狸区委书记副厅局等职 另外中央纪委驻公安部纪前组长邓卫平 在福建工作长达45年曾任福州市郊区区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 福州市静安区委书记 福州市国家安全局局长 党委书记 福建省国家安全厅副厅长 党委委员 中共福建省纪委副书记等职分析认为 赵克志担任公安部长由王小红担任常务工作 当时就有说法指公安部将遭到欣喜 现在邓卫平以中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组长的身份 一跃成为公安部第三号人物 这不是简单的取代孟宏伟 而是意味着习近平对公安部的清洗已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习近平多轮清洗公安部中共十八大后 习近平当局已多次清洗公安部 今年中共两会后 公安部高层再次被调整周永康的前旧部 公安部排名第二 第三的傅政华 黄明分别被调任司法部长和应急管理部党组书记 排名第四的王小红 月升为排名 第二的厂务副部长权力仅次于赵克志 中共公安部今年三月底的排名 网页截图其他部领导分别为副部长的孟宏伟 世俊 李伟中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组长邓卫平 副部长孟信峰等人今年八月排名 第四的公安部副部长 世俊 被调任统战部副部长 排名第五的李伟不再担任副部长 十月排名第三的孟宏伟落马 十一月昔日公安部高层排名 网页截图这样副部长孟信峰 许甘露成为公安部的第五 六把手 孟信峰是习近平浙江救部习近平 2002年至2007年 主政浙江期间 孟信峰2005年生 任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 2015年股灾 发生后习近平曾令孟信峰率队严查金融界内鬼 公安部大清洗之外 习近平当局对军队和武警医院集中改名 整编的消息秘密浮出水面 时事评论员崔世芳 认为此轮整改呈现三大特点 转立问题 崔世芳表示中共军队 武警医院此前基本是总后勤部总管 具体总后卫生部负责的格局 但是此轮军改总后被撤边 总后卫生部转为军委后勤保障部 卫生局军队医院转立新设立的联型保障部队 军总医和国防大学的新定位崔世芳 还说作为军队医院的领 投阳军总医的变化 与军校龙投国防大学的变化 接近前者形成了八个医学中心 其中五个是老部下三个是收编的新兵 武警总医院、陆军总医院、海军总医院后者则收编了七间军校 最终形成八大学院国防大学在整编后 体量大根级别却从政战区降位副战区 但依然归军委建制领导 校长也高配政战区职军委训练管理部 虽然是军校的新主管 但主观级别仅是副战区 所以军委训练管理部管 不了国防大学联勤保障部队在成立一年多后 从政军级升格位副战区 吉尔军总医 依然是政军级此外军总医在京城 联勤保障部队总部 却在千里之外的武汉崔逝方指出 军总医院是中央警卫局出手可及的地方 常由中央办公厅安排业务 联勤保障部队要管束一下 其他在京的第二梯队医院没问题 但要管军总医这支御用八转于 基本梅系番号重编崔逝方还说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此前18个集团军 被整编为13个集团军 原来最高位65 并不连续的番号被推土重来 从71一口气 编到83而军队医院的新番号 目前看似从900起步及 南京军需福州总医院 更名为第900医院降位副师级 已经披露的最大数 是从白球恩国际和平医院改称的第980医院 游徐才后 廖西龙等把控的军队武警医院系统 黑幕非常深向胃器官移植 而设立活人工铁库这种超越人类底线的罪恶 早期却没有走路半点风声 只有在中共最高层江泽民指令之下靠军队用箱来护航 才可能半成崔适方强调中共军队 武警医院这次整编虽然各种关系线被重新布局 但就对中共体制的触动 依然是停留在浅层阿波罗网林医综合报道 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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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